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了解一下下面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男嘉宾吴先生41岁来自浙江滴滴四季 女嘉宾余女士49岁同样来自浙江自由职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位 认识一年多了是吗 对 一年多了 想娶她 想娶她 特别想 特别想 啊 小小小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那要不然你去金华 那不可能的 我也有父母的 那你们俩叫什么劲呢 你也不愿意去永康 你也不愿意去金华 就算我觉得这样挺好啊 他干嘛要向我求婚 要我生小孩 真是的 问你呢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因为我想常常真正的 我们就有一对夫妻 你们俩这样有人说过你们吗 也有说过 说是有说 说你一年多了 怎么你的女朋友都不过来拜年啊 那些啊 不愿意是吗 不是不愿意 因为我还没过门是不是 那些星期的平时的时候 见见面是可以的 过年过节我肯定不会过去的 所以你有你的原则 对吧 对对对 那你想结婚吗 现在 想是肯定想的吧 哦 肯定想 只要不让你生孩子 就结 也不是他 后来一段时间 他老师那个疑心病太重了 他还疑心啊 你疑心什么呀 我打他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还 我感觉到我要 给我断了 我就来到这里来了 你是觉得他要跟你断是吗 断 是这样子的 朋友请我去打牌吗 他问我电话打我 问我在哪里 我就发了一个位置给他 他过来嘛 过来一看 坐在我旁边搭着个脸 他说回去 我说干嘛呢 他说走 我说让我这排鞋打完啊 他就拉着手 我的手就走了 他一点不顾我的面子的 因为我就是 偶尔打一下麻将 又不是经常打是不是 他就这样子不顾我的面子 你这个还好意思说 两个大男人呢 在一起打麻将 也通过系统啊 你听你听 他就这样子的 两个大男人都在我旁边 他就不喜欢了 后来我出去 我就很发火了 我就去抓他的头发 结果他没头发 我就活起来了 是不是 我这活险 我想打他 他一把抱住我 就这样子 你还想打他啊 对啊 想抓他头发 结果他没头发 我又想去打他 我以为是你把他头发抓光了 没头发也要活 我活起来了那时候 这个怎么 打麻将不是四个人 怎么两个男人 什么意思啊 他意思是说 旁边有两个女的 两个奶的这样子呢 他看到那两个奶的 就不高兴了 因为那两个奶的是我朋友 我跟他们老婆 也是好朋友嘛 都一起打麻将过的 除了打麻将他这个 我还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一次我们同事聚会嘛 我们同事聚会是不能带家属的 他偏要跟去 结果我没办法带他去了 带他去以后呢 他又看到那个奶同事 跟我说说笑笑 他又不高兴了 就要上去跟他们拼酒 因为我同事 他们都是开车来的 是不是 不能喝酒呀 他就说他们不给他面子 结果又闹得很尴尬 又不坏而塞了 喝了吗后来 他自己喝闷酒喝了酒走了啊 大家都不喝了 都待在那里 没人说话了吧 后来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后来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是我在说 可是你太不给我面子了这样子 怕他跑是吧 对 想不想跑 我还要考虑一下 他对你好吗 还可以的其他方面都 其他方面还可以 对是 就是喜欢吃醋 对 是吧 还要生小孩 咱们不提这 要提的 今天的事情 就是为了生小孩才过来的 行吧 就不生小孩就行是吧 是不是这意思 也不是这疑心病太重 他不改也没用的 生孩子的问题 生不生啊 生是 我是要生的 万一就是不能生了 也不能生 我也不强求是吧 对对对 行了这件事就过了 住哪儿啊 住我自己家里 我肯定不会过去的 因为我爸妈在这边 年龄都大了 我爸妈都80多岁的人了 也难得陪他们一下 是不是 如果叫我去永康 我是不会过去的 因为我尽管我自己也有房子 我也这么说啊 叫你爸爸妈妈接过来 我们一起生活 那我嫁过不去 不可能爸爸妈妈也嫁过去的 哦 你愿意让未来的岳父岳母 跟你们一起生活 对啊 其实也挺好 他那边有家人有女儿的 这个是不可能 不现实的 女儿我懂事了 也长大了 他也要嫁出去的 我们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啊 你喜欢他什么呀 喜欢他人是漂亮也很好 就是觉得人漂亮是吧 漂亮 对你好吗 好 他是一个过日子的男人吗 会过日子的 会过啊 对 我也是被他改动的 不是有一次晚上他 发那微信给我 我睡了没有 我说睡不着 我说我想吃治疗 他说他就没反应了 我说怎么回事 一下子就没反应了 就在那等睡了一个多小时 有人敲门了 咚咚咚在那里敲 我说谁呀 他说治疗来了 我不相信 他从永康跑到金华来了 送过来了晚上 十二点 厉害厉害厉害 对 所以我这样子才被他改动了 那时候是 他是一过日子的女人吗 也是过日子的女人 体贴吗 体贴 他打过你吗 打过哈 没打过 就是说说而已也有的 听明白了 就是其实你也有点想嫁 但是觉得又要生孩子 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面前 你又觉得不好嫁 是吧 你是觉得现实问题都能克服 是吧 好那老师们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看似说生孩子这个好像是你们矛盾的这个核心点 但是你们现在冷静下来翻回头来看 生孩子这件事其实是一个挡箭牌 它只是横在你们中间这样一个最大的问题 但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很多细枝末节的事情 就是两个人可能都守着各自的利益 不愿意为对方做一些改变或者牺牲 男方你说能承担得了女方嫁过去 然后包括让她的父母一起过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父母一把年纪八十多岁 然后突然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生活 他们能不能适应得了 这不是说你一厢情愿 大包大揽我能照顾得了 那个没考虑 对 对他们父母一把年纪来说 老人都是不愿意挪窝的 都不愿意动的 那如果这样来说 那您为什么不带着您的家人到他的地方去呢 所以你不愿意牺牲 你守着自己的利益 女方也一样 你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 为她牺牲 对于你们这个年纪来说 可能确实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是没办法改变的 而且每一个人又过了这么长时间 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和这个轨迹 可能男生有点太着急了 你可能就觉得人家长得好看 然后呢 可能身边的异性缘又比较好 所以呢 就着急要结婚 再生个孩子 就把你拴住了 但其实不是 如果真的 心不在您这儿的话 你怎么拴都拴不住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考虑一下 愿不愿意为对方牺牲 如果真的愿意的话 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都不是要不要孩子那些事了 但如果真的不愿意的话 可能很多问题 所以现实的问题就变成了一道一道的桥梁 根本跨不过去 好吧 好 谢谢 我采访了大量的想要步入第二次婚姻 甚至第三次婚姻的中年男女 其实他们在择偶时候提到的条件 最多的 一 对方的经济问题 二 子女是否同意 三 户籍问题 因为 当我们要再婚的时候 和我们初婚不一样 初婚可能 很多时候考虑的是爱 因为我们还有时间 去共同闯育儿女 而到了二方造财富 共同养婚 我们很多条件自然就发生变化了 那我们可能会把这些排序排在前边 但是 实际上当我采访的时候 发现真正走在一起的 还真的不全是什么所谓的户籍 经济等等的原因 就是所谓的演员 实际上也就是彼此的感觉 加上相处之后的磨合 那么所有的条条框框都会被打 为什么会被打破 因为婚姻的本质还是爱 我觉得其实你们的感情也没有那么的深 先生一上来就说 我想结婚啊 逢年过节的多可怜啊 人别人都是一对一对 我是一个人 其实你更多的是希望有个陪伴 解决你的寂寞 当然这也是我们结婚的原因 谁都害怕寂寞 但是 是不是真的那么欣赏这个女人 愿意爱她 为她付出 你自己要去考量 女士 其实我觉得你对她心中 应该没有太多的那种 渴望结婚的感受 因为你连微信号都是什么 摇一个帅的就嫁了 你却迟迟不肯嫁她 我认为是你觉得 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爱上她 或者说她的标准和条件 并没有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只是说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男人 给你温暖 你觉得是一个陪伴 而她并不是你认定了以后 能够携手走下去的人 所以你的犹豫 你的纠结 正代表了你 没有那么爱 你们自己去考虑 是否值得走下去 好不好 留给你们时间自己考虑吧 谢谢 你怎么会想到 取一个那么绝的微信名字 我也无意之中 我自己想到这个微信名 你真想摇个帅哥就结婚 也不是的 实际是 如果她愿意给你生孩子 你愿意从永康搬到金华去吗 那也我不愿 还是不愿意 老吴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有魅力吗 最美丽的也是她 我告诉你 什么样的女人最有魅力 就是平时很严肃的女人 突然之间变得时尚起来 平时很时尚的女人 突然之间变得很严肃起来 都很有魅力 她就是 你看就是 你看她的名字 再一见 果然是一个时尚的女士 虽然到这个年纪 但依然很有风韵 但是了解之后你才发现 其实她很保守 又是一个相对于来说 贤惠的过日子的女人 突然之间在一个女人身上的时尚 保守和传统美都结合了起来 所以你欲罢不能了对吗 但其实她不是这样的 别看你染着黄头发 别看你穿短裙 别看你取个名字叫摇个帅哥就结婚 你胆子没那么大 你偏要装成一副大胆的样子 你本来取个那个名字就是好玩 或者内心有一点这个想法 但真正当这种事来了的时候 你是不敢的 更何况你离过一次婚 你更不想在下一次婚姻当中 再失去什么 所以我一定要守在精华 让你为我妥协 这是错误的 你应该想一想 其实到了第二次婚姻的时候 志同道合比情投意乎要更重要 老吴看着年轻 四十九了 你让他给你生孩子 人家愿意给你生孩子 你也不愿意搬到人家家去 婚姻是要双方付出的嘛 对不对 你说一个这样的女士 你认为她又漂亮又贤惠 那你说人家图你什么呢 好不容易图一个信任感 你管人家管三管四 管手管脚 人家跟自己的朋友吃个饭 或说个话也不行 你说别人图你什么呢 你总得有点什么让别人有个念想 你要么念你人好 要么念你愿意付出 要么念你体谅别人不用生孩子 你什么都没有东西让别人可图 凭什么要嫁给你 当然你的内心想法跟那是一样的 你也离过一次婚 你也不想再输一次 所以你咬得死死 所以说第一 两个人都要坦然接受过去的婚姻 那不一定是失败的婚姻 我不认为离婚就一定是失败 那是双方的原因 不要更多的去把自己的前半生 来捆绑自己后半生 前半生失去的东西 要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找回来 这愚人愚己都是不公平的 然后第二 就是知行和一也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请你起个什么样的名字 表露出什么样的言行 你想要得到就请你付出 好吗 就这样 谢谢 两个人在一起 重要的是你们能不能追求到 双方认知的共同的幸福生活 如果是没问题 如果不是 强求也强求不来嘛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苦方红糖真情60秒 我会爱你的 我会带你家人 之后 el梅 谢谢两位 回吧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刚 不胜不多也不少 还能忘掉 你还有话跟他说吗 我会一直在等你待 还等他是吧 确定要等他 你要确定等他放不下的话 你可以再去追他 好吗 谢谢你啊 请回 好了 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是的 谁对谁错 是吧 我们大致总结了一下 彭先生是认为这个女朋友很任性 是不是 对 你能把她的任性跟大家说一说吗 让我们来听一听 可能她觉得这个看电影是一种浪漫 本身我自己工作特别忙 那天晚上她可能提前跟我讲了这个事我就忘了 她就在电影院一个人等 我就说我今天特别累 要不我们改天吧 谁知道为了这个事情 她后面打了电话也不接了 敲门她也不应 但我感觉她特别的不讲道理 您这个去电影院您去了没去啊 我没去 你约好了去为什么不去呢 我当天忘记了 因为我们每周末 是您梦了 对 我每周末特别累 会有特别的事情 这事先你们沟通过吗 是你买了电影票打电话说出来看电影 还是说我们约好了周末 就看电影 结果她没来 之前约好了 约好了 她工作比较忙我也理解 那时候她再忙 她也可以发个信息告诉我一下 你在那儿等了她多久 就那天她一直没来 一直没来 那这个怪不得人家任性 其实这个事要是放在之前 我前女友 我本身是有过一段婚姻的 就是离婚之后 也找过几个女朋友 其中有一个是 因为自己没把握好 她虽然比我连长三岁 但是我觉得她很懂得包容 这个很独立 不是 你过去都过去 你现在不是跟她谈恋爱了 她老四老婆跟她前女友比较 就是说她很独立啊 很理解她 然后她自己又说要找一个 可以呵护的人 但是她又说她又喜欢独立的 我觉得她很矛盾 那其中有一个事我想说 像公司的聚会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 你一直打电话去问 打十遍八遍有这个必要吗 是因为你觉得我唱歌唱得不好 好怕我带我出去丢面子好吧 你本身就唱歌就唱得不好 而且的话 那种场合都是男人的场合 这样的情景 我不希望你出现 也是为你作响啊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跟谁出去唱歌 因为你说你前女友很费唱歌 而且那帮人也认识你的前女友 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没说清楚啊 你就是说你要出去玩 然后我还没说话 你就挂电话了 在那种场合我能跟你解释得清楚吗 我不是回来就跟你解释吗 我觉得你心里有鬼 要不然你妈妈挂电话干嘛呢 你们俩谈恋爱谈多久了 我们认识两年多了 谈恋爱呢 谈恋爱一年多 一年多 对 谈得这么较劲呢 我也觉得是刚开始印象感觉特别好 怎么一谈恋爱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不是那么回事 你不能老是从我身上找原因 你自己也有原因啊 他怎么了 他说他想呵护一个人 但是我感觉他没有对我很伤心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一起逛超市买东西 我喜欢吃坚果呀或者榴莲之类的嘛 那一次那个水果很新鲜 我说这个榴莲蛮不错的 我感觉蛮好耶 他也没有什么表示 就是感觉有点扣门 扣门 这话说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成年人 又不是个小孩子 你爱吃什么你拿就是了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闹矛盾 但是我已经暗示你了 那我要男朋友干嘛呢 肯定是有时候也需要你主动一点吧 那你觉得男朋友就是要为你来做这些 但我之前的女朋友都是很会照顾 很会这些细小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那后来那之前的女朋友呢 自己女朋友不是因为自己没把握好 后面还是分手了吗 那就别再说了嘛 对不对 这个例子不鲜明啊 你看人家一下搪塞过去 有没有你跟她明示了 说你买给我 她不买的 有 就是有一次 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跟那个520是基本上是相差几天嘛 嗯 然后我说我好久没去逛街了 然后去逛商场 然后看中了一条裙子 然后可能有点小贵吧 嗯 然后那个她说再去看看其他店嘛 后面我们在外面又逛了几圈 然后回到那个店 她还是没有什么表示 过了两天 我自己去看那个裙子被别人买走了 哦 我消费是比较理性的 买衣服的话 最多就是买个几百块 只要适合的就行了 我觉得你 何必那么虚伪呢 我没有啊 我觉得 偶尔买一件自己喜欢 稍微有点品质的衣服 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消费官的事咱不说啊 这个你们俩去协调和统一 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 我问问你 她平常对你关不关心 有时候会问一下吃饭的没有 会有一些关心之类的 就她挺关心你的 要我早上记得吃早餐 然后晚上不要熬夜之类的 或者要我开车注意安全之类的 就是问候 你有没有过碰到不舒服的时候 她陪你看病啊 或者她照顾你 就有一次不舒服 但是那一次她说她工作很忙 那一次也是脸都疼着发白了 然后我就从公司请假回去 她说她很忙嘛 就没人来陪我 我说你忙完 下来班过来陪我嘛 但是那一次她没有出现 也就是说她对你的这个 你认为的关心仅限于口头 是这意思吧 对 第一个事情我跟你说 每次我跟她打电话 我说您在干嘛呢 七八点钟了晚上 她说我还在公司了 我说你吃饭了吗 没吃饭 我就觉得一个成年人 如果说连自己的生活起居的 不能够好好去照顾 能不胃疼吗 晚上经常很晚还没休息 早上又不吃早餐 你说能胃身体好吗 还有一点我特别忍受不了 就是她那种默默唧唧的一种习惯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守时的 比如说有一次我是安排好了 周末我们一起 会跟几个玩得好的朋友 一起去郊外开清 她倒好 约定好了是九点钟 她十点钟还没看见人影 但是那一次是有特殊原因啊 我开车的时候跟别人插了一下嘛 撞了一下嘛 还是耽误了一些时间 为什么没打电话 我跟她讲她就是还没开始说话 她就开始发火了脾气很暴躁 听明白了 开始慢人 然后我就没说话 特生气吧 特别不理解知道吧 我觉得 我也是有点 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啊 有很多次都是这样子 是很多次吗 没有啊 她这种习惯改不了的 就两次吧 就两次 是不是真的理解不了 就是 觉得特别郁闷 特别气愤 因为我这个人特别急躁 对时间观念特别强 那我想问一下啊 人家约你看电影 你不是一二没去吗 一个时间观念如此之强的人 不是也没打电话吗 那不是忘记了吗 那她也是忘记了吗 她不是忘记了 那到她那儿就是任性 她那个是 她是几只不欲物是欲人 你们俩是在谈恋爱吗 我怎么听着 没有一点美好啊 我看你还沉浸在这个 上一任女友对你的关怀之中 你基本好像也没什么呀 但是有一次我觉得她 还是挺难忍的 就是我之前不是 借过比较大的数额 的钱给别人吗 也是我一个老乡 就是说一个月还 那是大半年了 找不到她 就是打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人聊天 她就知道了嘛 嗯 知道了她就说 她要帮我去解决这个事情 然后那一次 为了我这个事情 跟对方还起了争执嘛 争执她还受了点小伤嘛 我感觉 在大的事情上面 还是比较关心我 不是你喜欢她什么呀 我喜欢她不乱花钱 你喜欢她不乱花钱 但是该花的时候还是要花 哎呀 这个分寸很难把握 对自己情爱的女人 还是要谁的花钱 就是不能给别人花 对你应该大方一点 对 内外有别 对 还喜欢她什么呀 就是比较细心 我穿高跟鞋嘛 然后那个公园里面 那种欧吐不平的路嘛 会扶着我一下 也还算比较细心嘛 哦 明白了 你喜欢她什么呀 她其实人还是蛮善良的 人善良 对 这个父母亲 对长辈都是蛮孝顺的 孝顺 对 因为她之前有说过她妈妈经常 腰菌盘不舒服嘛 她就给她买一些 这个营养保健品啊 带回去啊 我觉得这个 这跟你没关系啊 这个因为我妈妈 我父母亲也年慢了 我希望找一个媳妇 就是能够对父母亲 有这种孝心 有安心 就是她能照顾你父母 对 还有呢 还有 就有点傻傻的 就觉得有时候太笨了 你说 就是说那个借钱的事情嘛 单纯的一个什么程度 人家拿一副 什么名人字法 说什么价值几何 她就把钱借给人家 害得我这么多年 第一次被别人打了 哦 所以觉得很 就觉得她有时候太傻了 你知道吗 不是 我是让你说她 你喜欢她什么 这个 你喜欢她傻 嗯 因为我们真正在一起相处的时间 也就大半年嘛 哦 所以 我主要是觉得这个 为什么之前 没谈案之前 感觉那么好 在一起之后 会有那么多烦恼 会有那么的苦闷 不知道怎么跟她去沟通了 哦 会发现我无法去说服她 你要说服她干嘛呢 我不希望她变成更成熟一点嘛 哦 更懂事一点嘛 所以你要来这儿是吧 嗯 那你为什么来呢 我觉得她老是喜欢说教别说教我 哦 她有点完美主义 但是她自己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老是从我身上找原因 哦 听明白了 来吧 老师们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皮特奔卷 女士 你说了两点你喜欢她的地方 一 你说她在你困难的时候 遇到困境的时候 帮你解围 甚至和人家发生比较激烈的冲突 嗯 二 在你走崎岖不平的路 你穿高跟鞋的时候 扶着你让你觉得很大男人 我来给你解读一下 这两个事情背后的她的心理 第一 不能否认她是一个愿意 担当某些事情的人 所以她会帮你出头 嗯 但这是她作为一个男人的 某些本性的体现 嗯 就可能她的好朋友 她的好邻居 她可能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不单单是针对你 第二 这穿高跟鞋走不平路 就我待会儿下台阶 走在不平路上 旁边跟我一起走的人 也会扶我一把 明白 这个也未必就是喜欢我的一种表现 嗯 从整场她的表述来讲 我并不认为她喜欢你 她所有的出发点是 这个女人 我从一个硬件条件来讲 适合我 年轻 性格温顺 对老人挺好 这也不是喜欢你的表现 嗯 然后我们再说说 她上来就让我很生气的地方 她一直在数落你 说你什么末节 什么任性 这个还不是最重的 让我最生气的是 你不断的提到前女友 你都已经结过一次婚了 难道不知道 在现任面前 谈过去那位 太伤感情了吗 那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你不够喜欢她 所以你不介意出这样的话 会伤害她呀 我一开始是很喜欢的 但是 矛盾多了的时候 是啊 你一开始喜欢的是 她的外在的一些条件啊 对吧 性格温顺 孝顺父母 你喜欢的全是外在的东西 当你们一接触 发现她很多内在的东西 并不符合你的需求的时候 你是毫不留情地数落她 所以你压根就不喜欢她 还有女士 我想跟你讲的是 我不知道你核心地 看上她的点是什么 但是千万别把一个人 可能年长自己一些 比我们懂得一些 就当成是可以依赖的点 这个靠不住 我们爱情中能够相互依赖 靠得上的只有相爱 所以我倒是觉得 你没有必要在感情中 这么放低自己的位置 为什么要做一个受气小媳妇呢 你经济独立吗 你花她的钱吗 不花她的钱 你生活独立吗 有自己的朋友吗 有自己的朋友圈子 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和事业吗 有 那为什么要这样忍受她呢 如果你在她身上 看不到对你的尊重和喜爱 这份感情值不值得 长期去受累的经营 我的建议其实你们也听明白了 我并不看好你们的感情 但如果先生你要想在一起 你就要改变 你要真正的去发现她的美好 她的价值 好好地去爱她 否则我就要劝她 没必要跟你混在一起 听你数 人家大好的青春 完全可以去寻找一份对等的爱情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谢谢老师 来 胡老师 问两个问题 你是29了是吧 嗯 觉得自己年龄大吗 我个人觉得自己年龄也还好 但是我爸妈他们比较催我 我是说你自己感觉到了年龄的焦虑吗 嗯 没有 对 还可以再挑一挑 人家再婚39都在这挑呢 你凭什么不挑一挑 对吧 问一下你先生 能冒昧地问一下第一次离婚什么原因吗 第一次离婚 对方也是比我小11岁 哦 他特别不成熟 喜欢 那你怎么又找一个不成熟的呢 我30岁找的时候 那个小11岁就只有20岁 我的意思就是指 为什么你每次都找不成熟的 你那么喜欢成熟的 为什么每次都找不成熟的 为什么 我之前有找过一个 我知道 你找过一个不是没把握住吗 对 所以事实证明 你喜欢成熟的 成熟的看不上你 喜欢你的 你又一天到晚瞧不起别人 数落别人 我觉得每个人在婚姻过程当中 去找到自己心爱的那个人的时候 第一 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然后尊重别人 不要说人家这个习惯不好 那个习惯不好 又是迟到 又是怎样那样 到了你这来就都不是毛病 别人都是毛病 你这叫欺负人 你知道吗 你自己去好好去想一想 你的第一段婚姻 以及跟其他的那些女朋友 你自己平心而论 这个女生是不是你过往交往的女性当中 算是老实的一个 对 人家屌屌屌屌屌屌跟你交往 没有提过什么非分的要求 你却偏偏要说人傻好欺负 你今天随便遇上一个厉害的女生 我看你说得过别人吗 你选择什么样的婚姻 选择什么样的女友 是你的权利 无论你是再婚的状态 三十九十年纪 经济状况怎么样 你都有权利去选择 因为婚姻是公平的 但不要欺负老实人知道吗 这女生一直非常腼腆 你说什么女生就 也不回嘴 很憨厚的 表示承受 你还越说越起劲 如果你再持续这样的状态下去 你挑来挑去 我告诉你没有哪个女人 愿意跟你在一起过日子 我看不出你是一个有过婚姻的人 从上一段婚姻当中 能够提起过自己的问题 有过反省 然后再一次慎重的 热诚的 尊重的 投入到下一段婚姻当中去 你没有 所以不要太有优越感 这姑娘真的是还不错 你说呢 所以你自己扪心自问 你到底爱拜她 如果你挑挑拣拣 你就是看不上 请你尊重的跟别人说一声 我们分开吧 不要耽误彼此的时间 但如果你内心真是觉得 她是个过日子的人 她也愿意跟着你 请你尊重一些 好吗 好的 就这样 谢谢 总结起来就别作了呗 两位都别作了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发红堂 真情六十两 听完 几位专家老师的分析 我觉得 我应该自我去反省 自己去总结自己的毛病 其实我这个人 也有很多不好的一个习惯 喜欢 这个挑别人的毛病 老师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会走进南部 希望专家老师能够 给我解开我心中的疑忽 同时我也觉得 您如果能够改变以往的一些习惯 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来过 好好过好吗 你老师以说教的方式 然后数落我 然后老师说我这里不好 那里不好 我一直以为我找到了一个年龄大一点 可以呵护我的 让着我的男人 时间到了啊 我特别想听你那个转折 但是呢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 谢谢两位啊 请回谢谢你们 来请关门 来我们看一看 这对恋人自己的选 来 有话跟他说吗 刚刚自己反省过 我觉得刚刚专家老师讲的非常对 嗯 回去我再好好地把他追回来 哦 他那后半段话我帮你翻译一下 过去我只是认为他是做讲师 所以他习惯了说教 今天我才明白 原来他从来就没尊重过我 所以你学会尊重了再去找他 好吗 谢谢你啊 来请回谢谢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我们有请图语老师 进入到晶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一辈诗爱情保鲜剂 网友提问 我们两个结婚两年了 他从来不会给家里钱 都是从家里拿钱 每天晚上都喝得很醉凌晨回来 我问他都干嘛去了 钱都去哪了 他还嫌我闹 我现在觉得日子过不下去 而且很害怕 为你的害怕 他才敢为所欲为 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 恰恰是因为犯错的人不反省 而明明道理是对的人却不够应急 这个日子过到如今的地步 你有一半的责任 所以你应该告诉他 你需要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而不希望每天都是阴云密布 你要学会说不 我们的节目是由要保湿 伊贝斯 伊贝斯纯净面膜 光明播出的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背景天和古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还请保卫战友 你看世界世界看你的 海伦凯乐眼镜 大力支持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